Lio聊世紀天野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帝國戰爭模式 那這個模式一開始雙方會有兵工場跟軍營的開局 臭民術也是蠻多的 而且是從封建時代開始 算是一個跳過KM時代比較沉悶的一個模式 那這張地圖是上坡 那兩位選手是伯伯對上印度斯坦 那來先看紅方 紅方是右 右是中國第一世紀帝國高手 那他非常的 他的模式打得有點越來越像viper 有一些狀況甚至比viper還要淫威啊 那viper我覺得他最近也是屢戰屢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真的是有可能 再練一些新的打法跟模式吧 那他的打法跟思維上 也比較變得更機機一點 不會像以前就是大暴龍然後硬推一波這樣子 那viper的玩法我覺得 算是一個陣痛期吧 因為你也知道了 大家的一個固定打法 要去做改變的話 一定會有一些動搖在的 算是動搖嗎 就是震盪 但你不管改變什麼時候的事情 都是這樣子 所以很多觀眾都會說 viper怎麼最近都是輸啊之類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只是在測試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他覺得獎金持不夠 或是天梯子單純練習 所以就比較隨意打打 所以並不是說viper真的不行了 而是他正在練一些他比較不熟悉的東西 好那來看一下viper viper是綠色 綠色是印度斯坦 這印度斯坦算是比較全能型的一個文明 他的優勢是村民的費用是有減免的 你看優這邊看來要抓到一村了 這就是我說為什麼優 他的打法越來越像viper 就是他的一些細微操作 就是這個細節處理的方面 也算是非常不錯的一位玩家 因為以前的優的打法 比較偏向於不是那麼會農的 也算是比較像黑拉那種 喜歡打一波 然後就是稍微農一下就可以一直混開戰 但是優的話相信更注重細節操作 跟經濟的控管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有點是絕上viper 這只是我個人建議 個人觀感而已 並不是每個人的想法可能不同 欸為什麼在幹嘛 欸為什麼 你射了這隻路 然後又去射了左邊這隻路 viper這邊有點失誤啊 這邊突然就射死兩隻 可能這邊也在騷擾 因為viper這裡也很好 那順帶一提上坡這個地圖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石頭路 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這張地圖是 你沒辦法完全圍死的 你能圍死的就只有這塊草原空地 那如果你要圍死的話 就會變成你要消耗資源更大 所以會 投資成本就更高一點 這樣就會造成你的經濟有點崩塌 所以這張地圖 攻守交戰是非常關鍵的 然後能不能站到這個上坡 這個地方 蓋下城堡 是蠻關鍵的一件事情 因為基本上 你只要在這邊上面蓋到城堡 的時候呢 敵人就已經 勢必是要低打高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個高處 高打低 所以這個城堡 存活率就會特別高 等它巨頭打下去 傷害就減免很多 好 那來加速一下吧 先來看一下兩邊要怎麼打 這邊小宮直接騷擾 能殺到幾村嗎 又這邊只損失一村 這邊這個劍塔插得不錯 這就是說又的進步 又的防守方面更好的一點 不會再那麼的 這麼硬要了 該插劍塔的時候防守還是會先插的 經濟還是會控得很好 好 這邊MIPER 點下了這個奴兵 二級射 又 這邊是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這邊看起來又是要打騎士暴了 那打騎士暴對弓兵的話 看到兩個馬就了 MIPER應該是看到了 這邊上城堡時代這個視野會多一點 看到之後就趕往後撤 看一下怎麼打 好 這邊發到弓兵 小宮沒有升奴兵 這個小宮可能只能 稍微做點事情了 好那VIPER又來了 哇 VIPER一人不回就大爆農啊 一上城堡時代就3TC 他沒有再跟你要打什麼強軍事喔 我就是要農 等一下 人家又才剛下開第一個TC 他兩個TC早就已經開好了 這就是VIPER他最強勢的地方 就是真的很會農 那他為什麼最近一直會輸喔 是因為 他除了在農之外 也在去加強自己的一個 近忠跟防守方面的一個加強 可能還在摸索 還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平衡一點的一個標準攻勢 所以打起來會連心有餘力有不足 那也有可能是VIPER也常常在田梯在說 他在田梯上會過一步把家裡圍死 然後盡量靠自己的反應 去加強自己的應對能力 然後在比賽之中 他也是去圍架的 因為比賽就不能開玩笑了 但是如果他說要加強自己的反應的話 就是最好就是不圍架 先要用這個兵去防守就好了 然後這邊直接要把戰毛送掉 那順便送掉之前要趕快去投這個奴兵 但是沒有投到又沒有彈道學 完蛋了 這邊的兵其實很少 只有六隻奴兵而已喔 VIPER這邊的經濟非常非常好 但是並沒有太大量的兵 兵力非常的缺席 能找到兩隻騎士沒問題 但是沒有收村喔 再來趕快收村 用這個村民去射箭矢 跟血量拉再提一點 上面再來一波騎士進來 直接砍女村民 村民直接表示 又醜女 但是這邊有金礦區 金礦區也要趕快 這邊要藏這個男村民的 男村民的盾堅母湯 VIPER直接4TC大暴農 村民數來到65村 那我剛剛開頭有講 這印度石坦的村民傑兵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VIPER這邊 食物需求量並沒有那麼大 因為那個傑兵到城堡實在是傑兵非常多的 那帝王時代還會再減免一次喔 現在好像減免20%吧 什麼時代 帝王時代是25% 欸有點忘記了 原來CD我太多減免效果的能力了 沒辦法一個一一記住 只能記個大概而已 好 這邊 森女一樣帶出 那我覺得VIPER這個森女 修道院蓋的位置就不錯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講到 這個修道院盡量不要蓋太外圍 那個森女一出來也會被這個騎士給砍死 所以這個修道院的位置也算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他這個位置蓋在這裡的話 可以用TC防火之外 森女一出來也可以進TC 那一招響完騎士之後 馬上再進TC裡 就不會被砍死了 然後再等CD一好 又可以再去招響對方騎士 算是一個Counter騎士的一個最好辦法 好 那來加速一下 看起來VIPER是被他順利融起來了 那剛剛有提到 VIPER這邊村民喔 有這個減免效果的關係 所以算是非常省 那這麼省下來的話 他這個經濟就會非常飛躍喔 村民已經拉開了16村了 好那這邊城堡也蓋一下 城堡蓋一下之後要怎麼打呢 這邊要直接硬勝 欸 騎士過來了 這邊想要先射村民 但是村民沒辦法一發集火掉一村 全部村民都殘血 存蛋 那這邊城堡直接壓在金礦區 那這邊兩個射箭場全部都沒有了 欸 這邊是怎樣 直接踢修道院 蓋城堡 哇 VIPER這邊直接可以是秀操作秀滿 那個細節處理也不錯 因為這邊只要把修道院踢掉之後 這個城堡就會守住這一片農天 農田居然不能被燒好不好 好 那再立體明為修道院 哇 VIPER這邊防禦位置也是有想過的 好 那來稍微 思考一下要怎麼打囉 好 城堡蓋好了 城堡蓋好之後 要怎麼打呢 先上帝王時代 太扯了 VIPER的田只有27片田 還可以點帝王時代啊 然後村民還沒有斷得很誇張 雖然還是有斷啦 但是沒有斷得那麼扯 所以還是大部分在運轉 並沒有在控田TC的一個問題 你看TTC就有在運轉 好 目前4TC繼續農 這邊要轉這個0台獎 看起來是要開始 打一個駱駝的打法了 但是VIPER這邊找到 就點下了帝王時代 雖然又這邊又來這個 城堡強攻喔 看來要繼續進攻這個TC 跟這些田又是故堡了 但是這座城堡 確實壓到蠻多 VIPER的核心的位置 這個時候挖不了之外 這個房間也是被碰到了一點點 雖然這張圖 本身野精跟野蛇的數量是蠻多的 算是不是一個小 太大的問題 因為畢竟VIPER這邊引上 地龍時代之後巨頭出來 可以先用先投掉一座城堡 那幼兒的話 則是要在一段時間彈上地龍時代 那這段時間 只能被VIPER的巨頭壓著打 那就要看VIPER這邊除了出巨頭 還要再出什麼反制對手會比較好 那目前看起來出這個 帝王鎖鎖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本身VIPER是一個 鎖鎖文明 鎖鎖文明再加上這個 鎖鎖 欸那個 生侶 有危險 剛剛圍死 唉唷 圍死圍死 這裡有動 這裡有動 沒幹 好險這裡 好險這裡幹得到 哇嚇死我 很驚險啊 這個要是被騎士 鑽進去就完蛋 這個天氣就完了 天氣就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咖啡Q了 但是這裡你看得到這個 印度斯坦的鎖鎖 但是這裡有了馬弓 鎖鎖也出來 counter對方村民了 好 那鎖鎖一出來之後 騎士應該沒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到一半喔 印度斯坦的鎖鎖 只有攻速25%加成的 那有這個加成的話 對抗對方騎士喔 不管是騎士還是鎖鎖 做一個不錯的傷害 所以不管是打鎖鎖 或是打伯伯的 減免的馬座單位的效果 這個印度斯坦是完全 counter對方的一個存敏喔 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還是 VIPER是有點優勢的 那佛魔 右這邊 帝龍斯坦上的 會比較晚一點 那就要看一下 VIPER要怎麼繼續 把這個神老拆掉了 那這邊 VIPER應該是要趕快 把自己的三級馬卡給點一下 那還要把這個重落 升級起來比較好 不然這個弱攻 是不太好解決的一件事情 你看這個弱攻 直接被擊火被射還是很痛的 那基本就有七攻的傷害喔 弱攻本身 基本傷害就很高了 好 那這個城堡 也是苗球的意思 因為他也知道 自己上城堡 帝龍斯坦還很久 這個看起來 哎喲 打掉了 好 城堡掉之後 駱駝就出場了 巨型頭史基居在城堡下面 反制對方城堡 那VIPER這邊 反制對手的效果非常不錯 好 那這邊 看起來有拿 攝影來招翔 對方的 駱駝 那這邊你看這隻 神獄要來招駱駝了 好 弱攻 開始聚集起來 16隻 那弱攻跟馬攻 差別就是在 弱攻打馬攻 有外傷害的加成 所以伯伯是蠻康騰說的 馬攻聞名的 看這樣 哇 差一刀 好 哇 WIPER這邊還在偷吃野味啊 那順帶一提 這張土的野味其實算蠻多的 可以從這個邊邊去吃了 好 這邊駱駝被 右的馬 弱攻直接抓個正著 槍來騷擾不成 只能撤退 雖然三級坊已經點好了 但是這個縱落還是沒有升級 好 三巨頭慢慢走得出來 但是你這邊沒有兵出來 可能會被弱攻全吃喔 這個弱攻很痛 完了 可能 可以吃個一隻 到兩隻 極限吃兩隻 能嗎 巨頭 好 應該是修得回來 然後這裡有城堡 應該是打不到 好 那WIPER後面有繞了一隻 駱駝到後面看一下狀況 但是駱駝還沒有升級到縱落 縱落再慢慢升 那攻擊力也沒升喔 駱駝沒有成功擊力 其實效果非常不好的 你看攻擊只有6而已喔 傷害很低啦 但是本身就有25%的攻速加成 所以傷害來說不會太非常悲劇 還是有一定不錯的殺傷力 但是這個角落沒有進去看一下 有點可惜啊 這裡有15穿喔 但是一進去的話就跑不掉了 那他只要過來殺的話 這個弱攻過來包抄就會色不敗了 有可能MAP也知道那邊有 但是他不想要送駱駝 所以還是先把自己的駱駝給拉走 好 那異攻點下了 清洗兵也升級 重裝駱駝也在研發中 那這邊MAP可能要趕快 再繼續把自己的黃金樹 拉高一點 去升級這個帝王駱駝 那那個帝王駱駝應該短期之內 是不會去升級的 要趕快先去把自己的量給弄出來 這個駱駝的量 好 落攻持續再找MAP的駱駝 但是你都沒有找到 好 這邊駱駝要再來會合一下 14隻的駱駝 好 那左邊又繞了一對駱駝想來燒了 但是這邊有城堡 這邊城堡一過來 會不會射到滿頭都是寶 但是三坊金好了 所以還是能稍微抗點箭矢的 雖然還是被打很痛啊 因為城堡的基本傷害太高了 11加4弓啊 好 你趕快再死一隻駱駝 欸 沒有死喔 這是沉血 好 那一些駱駝直接過來包抄 但是沒來得及進去 那直接砍這個木門 砍木門速度非常快 哇 直接砍進去 這很快是25%攻速加成的單位 好 這邊駱駝又抓到這邊 村民踩石頭的一個狀況 兩邊現在有點 這個就是VIPER的騷擾 自襲四燒了 東升即西 打左邊 然後右邊也打 然後POSE又在裡面 再蓋下個城堡來防守 那除了左邊再燒了之外 夏里這邊也直接殺了進去 發明這一坨村民也被砍得有點不太妙 這邊村民速VIPER打到的數量還滿多的 但是還是不抵右的沙迪座 右的沙村民數量已經到了28吋 但是VIPER是有數專門17吋而已 而且自己還消掉非常大量駱駝的數量 所以這一波的攻勢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這個 升級好了 帝王駱駝出來了各位 帝王駱駝出來之後 血量來到了160滴血 然後那這邊有炸骰衝射翔來抵這個巨頭 但有沒有抵到飛白粉村民反之了 那如果帝王駱駝升級好之後 這個三弓再好的話 這個弱弓就要小心了 如果被帝洛包到的話 這一坨會瞬間蒸發 這個馬弓要怎麼控好 就是個哲學 跟技術層面的問題 弱弓到底是要分兩隊還是要聚在一起呢 那這邊是選擇分兩隊 但是馬弓的數量沒有完全蓄起來的狀況下 可能會有點 會有點問題 啊這裡的青騎兵有點多 好青騎兵直接走了過來 但是帝洛也在這邊等 哇帝洛砍一刀 我直接砍了30 25滴血 好痛啊 哇帝洛砍一刀25滴耶 超扯的啊這個犯態 好但是駱駝就詬病了 這隻動作是很害怕箭矢的一個單位 好那這邊駱駝直接上來硬打 哇 青騎兵直接蒸發 這個帝洛給的傷害太痛了 很多青騎兵直接我用也是有點困難 VIPER家裡也是被燒了 那這邊哇金礦村民又被抓 哇又好像燒了被打了回去 糟糕 那VIPER這邊帝洛數量越來越多了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 駱駝的量要開始蓄起來才是重點了 找到這個人去蓄起來的話 對方伯伯也就是超難打了 你剛剛去示意去轉出自己的一個級兵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對手的帝王駱駝 雖然波伯馬修單位喔 可以有這個潔面也可以出駱駝 但是問題就是 人家的駱駝是打不贏帝洛的 只有盾裝駱駝是打不贏帝王駱駝的 除此之外 這個帝王駱駝還有25%的攻速加成 攻速超級誇張 所以一直打馬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變成越打越烈士喔 那這邊駱駝要直接來包抄了嗎 看起來要 好那這邊有一些駱駝 在防守 但這邊有點站稿 沒有控好 這邊直接鑽出去 直接硬砍這邊的弱駝 弱駝直接被夾在裡面 但是vip已經入侵進去了 大量駱駝開始輸出 駱駝瞬間吃掉了非常大量的馬駝 又這邊有點失利啦 右邊散三隻的弱駝直接被去光 揮爆啦 那這一波有可能會讓vip打回來喔 雖然vip現在還沒有拿到絕對的優勢喔 但是該燒的也是有騷擾的 自己單位也是存活蠻多的 那現在問題是vip要怎麼把自己的黃金量 穩穩的拉起來 這個黃金生產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還有這個石頭 vip可能還要再來趕去挖石頭 不然自己可能沒有城堡 就很難防守 這個石頭可能要找個機會來挖一下比較好 但是又有清洗兵喔 一直持續進來騷擾 導致vip這邊其實太好打 好那看起來上面這波攻擊已經沒問題 但左邊依舊又被這個弱駝打了回去 弱駝的問題又來了 非常大量弱駝要怎麼撿呢 36隻弱駝 能再繼續打回去嗎 弱駝的優勢就是可以秀操作 然而帝王駡駝是比較難一點的 但是vip這邊又繞了幾隻低落 直接過來騷擾 左邊繞了三隻低落 那右邊直接來包抄右邊的一個弱駝的包抄 但是沒有問題 看來右上面的礦虛經濟 也是被鬧到有點慘的一個狀況喔 但是這兩隻弱駝居然沒有看到 但是又已經兵臨城下了 大量弱駝直接在你家門口拍Party了 那這邊弱駝要怎麼進攻較好呢 直接包進去嘛 還是要防守呢 好這邊選擇硬上 硬上的話 這邊先拉一堆 拉一堆去包抄這個青騎兵 但是這邊又直接往後拉 往後拉之後在原地射擊 再換掉一些弱駝 換掉一些弱駝之後 vip後面還在騷擾礦區的部分 那後面礦區其實也被騷擾得差不多了 右邊這邊直接在原地寫一個城堡 好那站面來說 看起來vip若攻沒有要撤退 駱駝沒有要撤退的意思喔 巨頭也悄悄的走到這裡 開始拆TC了 你什麼時候進攻啊 呵呵 欸這跟vip的一個玩法比較少見啊 以前vip是不會這樣打的 啊這就是我說的 vip很在練一些新招啊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聲東擊西之外 攻城器保存起來 然後通常插城堡前進攻的一個方式 但是他以前比較少見的 以前他都是那種暴擊器 然後用兵力壓死人的一個玩法 那現在也會開始使用這些小心機嘛 看起來就是小技 直接聲東擊西把你後面礦拳打爆 直接正面硬仗 滴路直接碾壓進去 然後這個巨頭直接開拆 這個開拆這招還算不錯 那確實也吸引到了Ryu的弱攻 我們有在右邊這塊區域 城堡也順利蓋了起來 讓這個巨頭比較有地方可以架著輸出的空間 好 那左邊想要挖黃金 結果這邊看到大量的村民 在這邊挖黃金尷尬了 村民直接拿起拳道硬打 好 但是這邊也有vip的TC 到處開始是vip的黃金了 vip這邊控制還是控的不錯的 滴路還在繼續出 滴路繼續出 肉的話可能要再追一下 木頭可能要全部去拿去種田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邊還是有個城堡 這邊在途徑有點危險 目前右的黃金 只剩下這塊是安全的 這塊也被消滅掉了 這塊也能挖 但是這塊的黃金量也剩三坨而已 三坨的黃金量可能也不到1000 1900左右 只要1500左右而已 黃金量護存來說 右真的是太慘了 殺的經濟已經有點在崩塌的感覺了 村民說你只剩下56村 56村打136村 這個村民差距數字是有點大的 因為又一直在拉自己的村民 去找野機的狀況 然後vip就是一直去找對方的 挖野機的村民喔 一直在塗 所以即使他沒有直接去打裡面的 挖農田的村民喔 也是塗到了相當大量的一個村民 vip的村民反而是弱很多的 那這邊殺村殺到160村 直接反超村民的數量 來到136村 那村民數量目前是136對57 目前是整整快要到3倍的數量喔 那應該算是136村 就不再去按村民了 反正是要會繼續來按這個帝王駱駝 那帝王駱駝就算不按的話 也可以考慮出這個硬度的火槍喔 硬度的火槍點下金罐之後會多兩個射程 會成為這個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火槍兵 所以拉克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選擇出這個火槍來射的 但我是不太建議啦 因為火槍打弱光的話 效果沒那麼好 因為本身射速喔 就比這個弱光還要慢 火槍的最大問題是射速慢 好那這邊即使圍起來了 也被右的弱光全部射光 這邊挖金的村民 這邊村民跑難 結果又被又抓到了一波 好這邊巨頭要來開拆黃金地帶 所以弱光直接被替弱敲了幾下 損失了幾隻弱光之後 解掉了敗伏爾這一波的攻勢 那敗伏爾這邊也有幾隻 村民也被右的青旗兵燒了 好弱光一出來想要反擊 但是弱光的傷害有點多 哇弱光你看基本傷害太高了吧 8加412攻阿 一般弱冰就是6加4 他是8加4阿 這個傷害喔 基本上差蠻多的 好那大量的弱光直接過來想要來硬解 但是 迪克爾的地位也過來要來硬拆 這個應該是修復回來了 五台巨頭直接 硬拆倒地 好那這邊要再繼續土地嗎 拆完之後再繼續嗎 但是家裡有點尷尬 這一坨弱光解不了的話 會有點傷 原來自己家裡的經濟農田也是被受到傷害了 好但是大量弱光直接硬拆 我們看迪克爾這邊也順利拆到聖堡之後 大量弱光直接想要來包抄 弱光直接在這個窄口處 讓其弱光沒法攻擊 所以這裡還有個石頭 哇靠這個 建築局圍得不錯啊 這裡還有個圍牆阿 所以讓他下面 雖然可以讓大量弱駝在下面攻擊 但是上面就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租出耶 然後還可以藉由TC的射擊 去抵抗對方的弱駝 哇這個UAR 這個細節也是處理的不錯啊 順利用這個地形 建築學 抵擋住Viper的弱駝進攻 Viper終於要在左邊這邊插城堡了 這個一直都是Viper的一個印 一個致命點 這個城堡插左邊的話 他這邊的農田就比較好重一點了 食物就不會這麼短缺了 那可能Viper也是想要慢慢挖石頭 而不是用買石頭的方式去做這個處理 所以才會這樣子做選擇 比較晚下這個城堡 好那地若直接走進來 能不能用聖騎兵全部解掉呢 聖騎兵可能還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後面搭配弱光的話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右邊這邊金礦說被騷擾了 Viper的經濟開始又下滑了一點 這坨洛光進來也讓Viper確實傷到了一點經濟 好那這邊的若駝直接想來硬拆這邊 修刀院的裡面的遺跡 只要讓裡面的遺跡噴出來的話 右的經濟又會再下降一大跌 後面說還是很暗 62吋 基本支援的部分 Viper還是有相當大的優勢 130吋還是有兩倍的數量 好那這邊有若駝 被騎士過來但是這個巨頭被抓到了 哎呀直接送兩百斤 還是沒有關係 這個修刀院終於拆掉了 但是大量入供回來防守 好那下面這邊還有一些輕騎兵 但是Viper也轉出一些輕騎兵 那這個輕騎兵還點下這個大落馬 這個匈牙利輕騎兵的升級 那個血量就會來到95滴血 95滴血的話 還是比較好打一點對方的一個村民的 抗箭矩能力會更好一點 好 Viper可能也意識到自己的黃金量儲備 可能並不是這麼的好的 所以自己還要去想辦法 只要用太多的黃金兵 去打這個騷擾戰比較好 主力還是要靠黃金兵 但是要怎麼打也是個學問 看要不要轉出一些戰矛來了 轉出一些戰矛的話 三級一射三級一防 然後直接去硬點對方的一個 駱駝弓兵也是一個獨特的選擇 那如果要打戰矛的話 自己射箭場 可能待會要馬上趕快下了 不然這個弱弓量越大越難搞 這個數量已經來到了41隻弱弓了 好弱弓直接硬點巨型頭石金了 直接被誘惑到了 誘惑到的話 城堡會直接開始射擊 但是這個巨頭血量直接硬撐 大量弱弓直接上來防守 但是還是被射掉 弱弓的傷害實在是很高 射速快 雖然每次射都只有一滴 但是41隻弱弓 射的傷害還是非常的猛烈 好 那這邊使用大量的蒂弱 就是來硬拆這邊7C 導致右這邊黃金兵 越來越少了 好那白盒這邊化學補藏了 那補上化學 我們確定這邊是要去點火槍嗎 還是要來點這個戰馬 好那白盆目前左邊只是在牽制 右邊的話大量的肉馬開始往右邊奔跑 這樣來阻止挖金礦 哇連這個工會制度也點下啦 那點下工會制度之後 100食物跟100木頭的話 對阿去換到17金喔 剛剛白盒這邊一波買賣 賣掉了大量木頭跟食物 那只能換到14黃金 那這邊換到14黃金之後 哇這裡又賣了一大堆 買!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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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了一堆木頭 換去換黃金 然後給了工會制度之後 就變Н17黃金喔 就會更多一點 那對於打後期的aréct 那個17黃金的量是非常苦關的 那VIPER這邊大量村民在那邊偷挖津 這件事太偷偷來了 這邊還是有帝王駱駱 有帝王駱駱的話 勃勃持續輸落 還是非常傷的一件事情 但是VIPER家裡並沒有為死 這邊慶奇兵直接要來騷擾了 直接來砍 TC附近的村民了嗎 這邊走進來 時間寒 但是沒有注意到VIPER這邊定路趕快回頭 但是這邊又在進一步的途徑 那左邊這邊戰區巨頭已經來到三台了 三台巨頭就能搞定 VIPER也是刻意存到三台才進攻 三台的話就修復壞了 只能應徵搞定 三巨頭 OP 好 那家裡 看來這波騷擾也被VIPER平息了 正面 又直接打出了GG 因為經濟真的很差 你看他這個聰明數量只剩69村 那上面這塊 唯一的礦區也被弄爆了 所以又也只能無奈的打出了GG 唉 這一波VIPER真的是 真的是有在改變喔 他的打法已經不會像以前那種 就是很標準式的 濃爆 開幹一波 他現在就是 邊打邊進攻 比較會常出現 但是還是蠻常現的 他前面會偷經濟這件事情 再來是他的風格 但是還是會做出一些小小的轉變 那這些細微轉變 就會讓VIPER的一些流程 或者是一些細節喔 可能會處理的不太好 讓敵人會趁虛的入 但是我相信 VIPER在經過這一段的震動期之後 可能會再更上一層樓 就像YOU一樣 YOU也是經過一段震動期之後 這個死亡也是飛奔突進喔 這個 這些細節處理的越來越好 所以他現在也算是 我現在目前 覺得YOU應該是有世界前三強了 他可能是在第一、第二、第三 這之間在爭奪 所以我覺得我蠻看好YOU的 我也是蠻支持YOU的這位玩家 所以每次看到YOU跟VIPER在互打的時候 我都很興奮 都很期待來播他們的比賽 原來他們兩個打法 我都算是蠻喜歡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